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着一辆红色的奥拓出租车 出去跑车拉客人去 可是出去之后这一宿可就没回来 家里人呐一开始以为是不是车出什么故障了呀 或者是不是到什么远地方去了呀 因为毕竟新疆总体来说是地广人稀 对吧 一个城市距离另一个城市都可远了 那等着吧 可等到了第二天 还是没见人回来 家里人着急呀 过去没有网约车都是出租车 基本上啊 在这县城里边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呢 好多也都互相认识 就到街上去 问问同行们 见没见着我们家老李呀 大家都说没见着呀 这不今天也没见他出车呀 到了11月27号 这李师傅家的人呐 组织起来亲戚朋友 分头去寻找李师傅 还有那辆奥拓车 到了下午5点左右 在距离县城50公里左右的巴里坤至三堂湖的公路线上 找到了李师傅的这辆红色的奥拓车了 这车在哪儿 人可没在哪儿 车呢 挺好 完好无损 也没有磕了碰了的痕迹 车门是锁着的 李师傅的家人呐 就用备用钥匙把车门打开了 发现这车呀 已经没法行驶了 旁边呢 还放着几颗螺丝呢 哎 这是怎么回事啊 赶紧吧 找人把这车拖回去吧 把这辆红色奥拓就拖回了县城 另一边呢 又是找亲戚朋友们 接着去寻找李师傅 一眨眼 两天两夜 也没找着人 正好这时候呼呼啦啦的 又下起了漫天大雪 到了11月29号 下午4点半 这李家人呐 实在是等不了了 别真出事了嘛 赶紧向巴黎昆县公安局报案 当时啊 局长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都姓赵 刑警队长的姓王 几名领导了解完案情之后 就觉得李师傅很可能被害了 于是赵局下令 刑警队啊 应该高度忠视 你们要立刻组织警力 进行侦查 这么着 县局成立了1125专案组 局长担任组长 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还有王队担任副组长 抽掉了20多名民警 抽掉了5辆警车 分成6个小组 分头进行侦查 首先是对李师傅驾驶的那辆车进行勘查 这车上啊 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也没有血迹 车里边呢 留下了一副眼镜块 有个细节啊 镜片是碎的 有一根黄果树盘的香烟 还有一个烟头 车里边呢 还有一双鞋 是车主穿过的 那问问这李师傅家人吧 这眼镜是李师傅的吗 家人说不是 那这烟是李师傅抽的吗 家人说也不是 李师傅虽然抽烟 但是啊 他平时不抽黄果树 遗留的这烟和烟头 应该是乘客留下的 而至于发现车辆的现场呢 痕迹啊 足迹啊 已经被大雪盖住了 没有办法提取 到底哪会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 经过调查 李师傅开车 离开县城的时间 是11月25号下午4点 并且呢 在一家牛肉面馆吃了一碗面 吃完了面 这才离开县城的 12月1号 专案组重新汇合起来 又从六个组分成了四个组 以汽车地点为中心 扩大侦查范围 不光是公安局动起来了 巴里昆县国税局也配合派出了三辆汽车 一起寻找车主 那在这汽车点附近有没有住户啊 这些住户会不会目击到一些什么情况呢 在汽车点附近呢 有这么一户牧民 这户牧民就跟民警反映 25号天快黑的时候 在牧场有一个哈萨克族青年 在山里边放牧 就看见了一辆红色小汽车 在一处山谷旁边停着 说的这个牧场 距离这汽车的地点呢 并不远 但是距离县城还是不近的 距离县城有65公里 于是呢 王队又带着三名民警 赶到了这处牧场 落实这个线索 这处牧场就叫西红井冬窝子 冬窝子的意思就是冬牧场 据那个哈萨克族的南青年反映 25号他在放牧的时候 确实看到过一辆红色汽车 他呢 带着望远镜呢 平时放牧 那牛啊羊啊 走的哪都是啊 所以随身带着望远镜 他用望远镜 就看到这车上 下来俩人 在山谷旁边截手 上厕所小姐 然后呢 就离开这山谷了 这个汽车地点呢 距离红星一幕厂三连 也比较近 说是比较近 其实也不近有20多公里 为了扩大线索来源 公安呢 又先后两次 到红星一幕厂三连进行调查 三连的指导员叫哈利 连长叫万金华 万连长 哈指导员 武装干事们 都主动配合 就发动大家 积极的提供线索 赵局呢 还带着刑警们 又来到了这汽车现场 这个地方 前前后后来好几回了 这回通过实地勘验 分析出来 如果车主被害 那被害的地点 很可能 就在那个哈萨克族南青年 说的那个山谷附近 十二月一号中午 王队啊 带着民警开车 赶到西红警 找到那个青年 让他指出来 当时他看到的 停车的那个山谷的 确切位置 位置弄清楚之后 警方啊 立刻前往那个山谷 仔细的寻找遇害人 直到下午七点左右 王队在一个非常隐蔽的 大树墩子旁边 发现了被害人了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凶手是谁 被害人 脚朝西 头朝东 仰卧在雪地里边 其实说的也没那么准确 应该是脚朝西 脖子朝东 因为头没有了 上半身是裸露的 下半身呢 穿一条红色的短裤 脚上穿着白色的袜子 身上有多处刀伤 尸体已经被冻僵了 但是现场啊 因为已经让牛羊都践踏过了 痕迹物证 已经没有办法辨认了 专案组在现场初步勘察之后 迅速的将这个情况 向其他的三个小组进行通报 也向国税局的协查人员进行通报 然后呢 把现场就保护起来 新疆12月份的晚上 那叫一个冷啊 保护现场的 一共是六位民警同志 就在这雪地里边露营 哎呦 您就想得多难熬吧 实在没办法了 点了一个篝火 困了在车里边 眯眼睛歇一会儿 睡是睡不着 一直等到天亮之后 又对这案发现场 进行了全面勘察 并且把这具无头尸体 运回了县局 经过法医尸检 死者头颅被割下了 全身有11处刀伤 其中右胸部的刀伤 刺穿了心脏 右下腹部的刀伤 刺破了肝脏 经过检验位内容物 被害人死亡的时间 应该是11月25号 晚上6点左右 最终抓案组认定 发现尸体的地方 就是抢劫杀人分尸的 第一案发现场 这起案件呢 也上报到了哈密地区公安局 局长政委 非常重视这起案件 立刻派地区公安局 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和法医 连夜赶到了巴黎昆县公安局 当天晚上 全体抓案组成员 在县局二楼会议室 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 确定侦查方向 布置侦查任务 一定要找到犯罪嫌疑人 大家一致认为 可以排除外地人作案的嫌疑 外地人在巴黎昆 抢劫出租车 也不熟悉本地的地形 再加上大雪封山 一辆小奥托 这已经是汽车里边 最小的了吧 你要是不熟悉这里的道路 你很难开着这车 在雪地上越野行驶 那么本地人作案的 可能性是最大的 很可能是有预谋的抢劫杀人 应该是两人以上作案 因此专案组 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开展侦查 尽快把被害人的头颅给找到 案情分析会结束的时候 已经到第二天凌晨了 专案组又重新部署警力 四个组又重新分成了六个组 民警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 严寒天气 一点一点的走访摸牌 到了下午五点左右 主管刑侦的赵副局长 在距离抛尸现场 15.7公里处的 一段被山洪冲出来的河床里 找到了一堆被烧毁的残留物 其中有一块没烧光的红色毛衣 有一块绿花纹的毛毯 有一块灰色裤子的布料 经过李师傅家人辨认 这些残留物都是李师傅生前 所穿的衣物 在距离被烧毁的残存物 84.3米的地方 法医在一棵白刺树旁边 发现了一堆新土 顺着这新土往下挖 果不其然挖出了被害人的头颅 12月3号 红星衣幕厂三连的领导 向专案组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新情况 25号晚上10点左右 有两个精神恍惚的哈萨克族男青年 曾经啊 到了一个女同志家里边 这个女同志呢 还认识这俩男青年 其中一个是红星衣幕厂一连 阿某的儿子头上留着黄头发 另外一个呢 是红山农场被判过刑的老改释放人员 头上长着一肉瘤子 手里边呢 提着一个红包 这俩人在这毡房里边喝茶 吃囊的时候 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 一会儿啊 向这女士说 要借摩托车 到县城买材料 一会儿啊 又说自己汽车坏路上了 得找辆拖拉机 把汽车拖回县城 但这女同志因为丈夫也不在家 所以呢 就把这俩人打发走了 于是专案组组织警力 分头到红山农场 红星衣幕厂三连和一连 进行调查 前往红山农场的民警啊 很快就查清楚了 这两个人的基本情况 一个青年叫阿亨拜克阿韩 最近一段时间呢 大伙说呀 他一直穿着一件紫红色的夹克衫 脚穿黑皮鞋 黄头发得有皮尖那么长 另外一个人呢 是红山农场农工 热哈提哈里木 额头右侧长着一肉瘤 上身呢 穿红色蓝色黑色 三色相间的夹克衫 下身呢 穿一条灰色裤子 脚上穿白色运动鞋 1992年 曾经因为盗窃 被判刑五年零六个月 1995年 被老改农场提前释放了 调查之中还发现 这热哈提哈里木 在11月25号之前 将自己3000多元的摩托车 竟然以300块钱的价格 卖给别人了 说是要去乌鲁木骑士 要急用钱 离开红山农场的时候 有人看到热哈提哈里木 上身穿着一件黄色的棉衣 手上提着一个红色的提包 红山农场派出所的民警 在衣木厂三连走访调查的时候 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新情况 有一位牧民说呀 他家呢 11月25号那天晚上 两头圈养的骆驼丢了 大早上他就沿着雪地上的骆驼印啊 就那骆驼的脚掌印 追了大约五公里 结果呢 捡着了一个黄果树牌香烟的烟盒 还有一个红提包 提包里面装着一个编织袋 袋子里面装着一大包黄色粉末 在石道提包的那个地方 这牧民发现有两个人的足迹 从鞋印就能判断出来 一个人穿的是皮鞋 一个人穿的是运动鞋 这俩人呢 应该是赶着骆驼 往西南方向走 但骆驼多大个啊 骆驼发起脾气来 你人想对付他 俩人对付不了 这骆驼呀 也挺聪明 也不知道是舍不得家呀 还是舍不得家里小伙伴啊 反正最后甩掉了这两个陌生人 又重新回到了主人家里面 这牧民把这黄色粉末交给了民警 警方经过技术鉴定 这黄色粉末是烈性炸药 重量达到2.6公斤 各位 红色提包咱刚才说了 热哈提哈利木离开的时候 戴的就是红色提包 而黄果树牌香烟盒 咱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车里发现了一根 黄果树牌的香烟 事已至此 就说明 害死李师傅的很可能 就是这俩人 热哈提哈利木和阿亨拜克阿汗 那么他们俩又去了哪了 警方能不能顺利的找到他们呢 咱们接着上期节目来说 这专案组啊 又调查了上千辆货车 客车 还有出租车司机 终于是找到了最后一个 见到被害人的司机 这个师傅回忆说 11月25号 他去县化工厂送人 下午呢返回县城 路上啊 经过大河乡的时候 就看见了一辆迎面 开过来的奥拓车 会车的时候就看见受害人 拉着两个哈萨克族的男青年 这俩男青年一个坐在副驾位置上 一个坐在后排 为了落实每一条线索 抓案组又先后两次到了热哈提哈利木 以及阿亨拜克阿汗家里边调查 这两家人呢 都说这俩人没有回过家 经过大量调查取证 最终确定热哈提哈利木 和阿亨拜克阿汗 具备作案条件 以及作案时间 于是赵局长果断下令 把热哈提阿亨拜克 列为1125 抢劫杀人分尸案的重大嫌疑人 接下来就是找他们俩呀 为了不让他们再继续逍遥法外 抓案组通过广播电视等向全线发布了通告 也向周边地区的兄弟公安部门发出了协查通报 并且要求各边防派出所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经过的落脚点 采取布控措施 12月8号 抓案组认真分析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逃逆的行动路线 还找来了军用地图 抽掉了全局最好的两辆三陵越野车 就帕杰罗大山猫 准备了十来天的食品 油料防寒衣物 抽掉了八名精兵强将 分为两组开始实施追捕计划 大家从县城出发 两组沿着牧民们的东窝子放牧点 向西南方向挺进 按照当地的民俗 阿亨拜克阿罕 热哈提哈里木 离家出走之前 应该去拜见家人 但是专案组前两次派人调查 他们的父母都说 没见着他们 他们没回过家 12月9号 追捕组第三次 赶到了东窝子东泉放牧点 又一次来到了阿亨拜克阿罕家里面 耐心的做他家人的思想工作 讲政策 讲法律 也通报了相关的案情 阿亨拜克阿罕的父亲和姐姐 这才终于说了实话 11月27号 凌晨一点半左右 阿亨拜克阿罕和热哈提哈里木 骑着骆驼来到了他们家 阿亨拜克阿罕 对父亲和姐姐说 夏天的时候 我在山里打死了两只马路 公安局正抓我呢 为了逃避公安局 我们得到个荒芜人烟的地方去 之后他让父亲和姐姐 给他准备了锅 茶壶 盐 肉 各种食品 还有防寒衣物等 凌晨四点左右 俩人吃饱喝足了 骑着骆驼就又走了 从两名犯罪嫌疑人 离家潜逃的时间来推算 已经过去了12天了 很可能已经出了巴里昆县 专案追捕组继续追寻搜索他们 到哈萨克族蒙古族的放牧点 走访调查 12月10号下午6点 追捕组在巴里昆县黑山头西侧的一个牧业点 发现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足迹 并且在一间空房间里面 发现了生火之后留下的灰 这就说明嫌疑人在这歇过脚 生过火煮过饭 他们离开这儿肯定不会太久 这个地方是风口 鸡血有一米半厚 基本上就是我这身高的 踩进去 这鼻子都露不出来的 可想而知 警察想在这种道路上前进得多难吧 虽然有些扬长小路 但是下过大雪之后哪还看得见路啊 这车呀 刚开出黑山头不远就陷进雪里了 民警们呢 只好是挖雪 推车 这车就这么走走停停的 最后还是因为积雪太厚 完全没有办法行驶了 开车的民警啊 只好是挂上低档四驱啊 换上这雪地行驶的装备 一点一点的 慢慢悠悠的冲下山坡 晚上十点左右 两个追捕小组 才在大洪柳霞边防派出所会合 简单吃两口晚饭 短暂的休息一会儿 又会同当地边防派出所 进行走访调查 又摸到了新的情况 据当地一位牧民说 12月3号 他去大洪柳霞乡买面粉 在一个山沟里边啊 碰见两个行迹可疑的人 脸上呢都戴着口罩 这俩人呢就问他 去花尔次村怎么走 这个牧民呢 就指给他去花尔次村的路 还有一位牧民的妻子说 12月6号早上6点左右 天还没太亮呢 朦朦胧胧的 看见两个鬼鬼祟祟的人 一个跳进了邻居家的牛棚里边偷东西呢 另一个呀在外边望风呢 经过连夜核查 牧民们说的这都是实话 追捕组和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同志们 连夜发动牧民朋友们 并且呀公布了案情 大家都义愤填膺的说 如果我们今天不抓住他们 他们明天就会像恶狼似的扑向我们 我们愿意参加你们的行列 为你们当向导 尽快的抓住他们 12月11号早上7点左右 12位牧民牵着自己的骆驼 来到了大洪柳霞邮电所的门前 自愿加入追捕行列 专案组和牧民们又都做了细致的分工 其中有两名民警 骑着马各带一组牧民 沿着各个放牧点追踪 大河派出所的所长 刑侦队的队长王队 还有法治科的科长吕科长 各带一个组沿着山路在那追捕 华尔次村附近有两个大戈壁 华尔次村往北是240平方公里的血缘戈壁 往西就是海依纳大戈壁 追捕组这是冒着严寒 踏着积雪 虽然心里边都捏一把冷汗 但是走着走着 心里边都顾虑打消了 为什么呀 牧民们对这两个戈壁很熟悉 对这个情况是了如指掌 那么在村民们的带领之下 能不能在茫茫戈壁找到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华尔次村旁边就两处打戈壁 下那么大的雪 那雪一米多厚啊 看哪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根本分不清方向 在这戈壁摊上 想找这么两个犯罪嫌疑人 那是大海捞针呐 所以民警们呢 这心也都是吊起来的 到底能不能找着 要都犯嘀咕 哎走着走着 踏实下来了 为什么呀 这村民呢 对这两处戈壁 那是了如指掌 中午十二点 旅科长民警李学东 在华尔次村村长的带领之下 在华尔次村以西二十公里处的一个木叶点 用望远镜就观察到远处有一个房子 屋顶上冒出来一缕白烟 追捕组非常的惊喜 于是李学东开着车直奔那个房子 到那之后民警们呼啦操的就冲进去了 这里边是谁呢 就是这俩犯罪嫌疑人 阿亨拜克阿韩和热哈提哈里木 这阿亨拜克呀还想反抗呢 但是为时已晚 民警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脑袋 热哈提感觉反正是跑不了了 趁机吞下了一包老鼠药 追捕组 当场缴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盗窃的两头骆驼和一匹马 以及他们的行装和吹具等物品 屋里地面上还放着半盆切好的肉 犯罪嫌疑人还没来得及吃呢 就被抓住了 清理完现场 追捕组迅速返回华尔次村 休息了一下 立刻压解犯罪嫌疑人返回县城 当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进了公安局的时候 80多辆出租车司机 先后奔走相告 都聚集到了公安局门口 向刑警们表示感谢 表示祝贺 也想看看这犯罪嫌疑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经过审讯 两名犯罪嫌疑人 共认了11月25号 抢劫杀人分尸的犯罪事实 他们说呀 11月23号晚上 俩人呢 纠集在一起 商量着用炸药 把他们的一个仇家炸死 还制定了方案 第一 为了行动方便 要抢劫一辆出租车 第二 准备2.6公斤炸药 十枚雷管 十八个导火索 还有匕首等等凶器和作案工具 第三 就是一旦这事做成了 立刻逃亡 11月25号下午四点 两名犯罪嫌疑人 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见这个出租车师傅人高马大的 哎呦 没把握 也没敢动手 就放弃了抢劫这辆车的计划 紧跟着 又拦住了第二辆出租车 也就是被害人的那辆奥托车 跟李师傅谈好了 150块钱的价格之后 李师傅呢 拉着他们俩 向巴里昆县 三堂胡乡开了过去 当车行驶到 北山西红井附近山沟里的时候 这俩人就说 师傅 等一下 我们得等个人 把司机李师傅就骗下车了 三个人呢 就在这山沟里边 点燃了一个白刺树的大树墩子 在那取暖 李师傅毫无防备 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条命 就要交代到这了 两名犯罪嫌疑人 当着被害人李师傅的面 光明正大的商量怎么下手 那李师傅没听见吗 听见了 但听不懂 李师傅是汉族人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呢 用的是哈萨克语 所以听不懂 一切准备就绪了 热哈提就用哈萨克语说 准备好了 开始动手 这时候热哈提 一手揪住李师傅的头发 一手扭住了李师傅的胳膊 阿亨拜客阿寒 拿着一把刀子 从李师傅的腋下 扑子一刀就捅了进去 李师傅一声惨叫 倒在血泊之中 李师傅想挣扎 哪儿挣扎得了啊 接着这阿亨拜客 又连筒夺刀 等李师傅断气之后 犯罪嫌疑人 又轮换着用刀 把李师傅的头颅 一点一点的割了下来 用李师傅的衣服 毛毯子 裹着李师傅的这颗头 就放进了车辆的后排座上 为了掩人耳目 又把李师傅的鞋脱下 装进了后备箱 开车 走出去了15公里 把车停下 在公路旁边的一道河床里 把被害人李师傅的衣物烧毁了 也掩埋了李师傅的头颅 当他们俩开车 准备实施第二步 报复杀人计划的时候 这车呀出了故障了 行驶不了了 那这计划也就无从实施了 只能汽车逃离现场 11月25号晚上 两名犯罪嫌疑人 徒步到了红星衣木厂三连 一户牧民家里边 偷了两头骆驼就跑了 结果这两头骆驼呀 又吼又叫 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家 两名犯罪嫌疑人 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放了这两头骆驼 又因为天黑 随身携带的炸药 也丢失在现场了 趁着天黑呀 俩人又在附近牧民家 偷了两头骆驼 在峡谷里面躲避了一天 26号又趁着夜色 赶到了阿亨拜克阿汉家 当天晚上备足了衣物食品 准备逃往乌鲁木齐和阿勒泰 在潜逃过程之中 那两头骆驼 自个儿又兜兜转转 回家去了 两名犯罪嫌疑人一看 好家伙 骆驼走出这么远去 还任家呢 又偷了一匹马 和一头骆驼 俩人把带来的食物也吃完了 哎呀 接下来吃什么 吃肉吧 不有骆驼有马吗 就把偷来的那头骆驼给杀死了 准备在路上吃 可因为大雪 把整个戈壁草原都掩盖住了 两名犯罪嫌疑人 也不熟悉路线 走了13天 都没走出巴里昆陷境 仅仅在华尔次村 就来来回回兜了三圈 晚上骑着马 离开华尔次 哎 到了白天 这马遛了一晚上 又把他们遛回华尔次了 那白天出发吧 结果这马遛了一个白天 晚上 又给他们遛回华尔次了 当他们第三次回到华尔次村 还不足半小时呢 就被追踪的民警抓获 最终 两名犯罪嫌疑人 都因为抢劫罪等 被检察院提起公诉 行了 这个案子咱们就说这么多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今天给各位说一个 2015年发生在吉林省前安县的 杀气世母骗保案 禽兽不如啊 话说2015年9月15号上午9点20多 吉林省前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接到赞自乡许明先的报案 他说呀 他女儿徐景华8月18号 在盐自乡的家里去世 可是呢 就在女儿去世的一个星期之内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呢 到他家访问 说他女儿生前买了两份人寿保险 对这件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而且女儿去世之前 曾经有过两回中毒的经历 他越琢磨越不对劲 越琢磨越怀疑女儿是被他女婿 蓝一宝下毒害死的 警方一听 也觉着这里边一点多多 刑侦大队马上投入秘密的排查 向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了解到 徐景华果然在2015年4月10号和4月15号 分别购买了这个公司 百万身价的惠民两全保险和无忧一生重大疾病保险 如果投保人意外死亡 这两份保险呢 可以获赔40万 两份保险的受益人都是徐景华的丈夫 蓝一宝 两份保险每年要交7000多块钱的保金 从徐景华家的经济状况来看 买这样的保险呢 太贵了 不合情理 同时通过外围侦查 发现蓝一宝这个人呢 吃喝嫖赌 生活非常的糜烂和腐化堕落 欠着一屁股外债 还得频繁出入娱乐场所 去歌厅找小服务员 妻子死了之后 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的情绪 警方对保单上徐景华的签名 和他之前在农村信用社贷款时候的签名 进行了笔记鉴定 他们发现保单上徐景华的签名是伪造的 根据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反映 这蓝一宝啊 好多回给保险公司理赔部打电话 你们快点赔钱 我要钱等着呢 还投诉了好几回 说这理赔部啊 赔钱太慢 有一路民警赶到长春市 到吉林大学白秋恩第一医院 调去了徐景华以往住院的病例 那上面显示 他曾经两次因为农药克百威中毒住院 但是都被抢救回来了 这就说明徐景华的父亲在报案时说的事 全部属实 蓝一宝的嫌疑火箭式上升 前安警方当即成立了专案组 克百威呢 属于高毒性杀虫剂 徐景华是不是因为这个死的 那得验尸啊 那如果已经火化了 可就非常的不好办了 结果一打听啊 太好了 该找 徐景华是土葬 当地农村嘛 没有人喜欢火葬 入土为安 警方马上决定开棺掩尸 9月22号 警方打开了徐景华的棺材 法医提取了死者的胃内容物 还有肝脏等等剪裁 同时 警方对蓝一宝采取了措施进行了控制 并且在他居住的地方 这个灶坑里啊 扒了出来一支烧过的注射器 但是没烧干净 经过法医鉴定 徐景华确实是克百威中毒死亡 同时在送检的注射器残液当中 也发现了克百威的成分 你说说 这不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吗 命中该找你跑不了 掌握了这些证据之后 警方马上对蓝一宝进行讯问 大家通过前面的介绍也能够分析出来 蓝一宝的智商啊 实在是不够用的 作案的手法非常的拙劣 注射器也没烧干净 妻子尸骨未寒就不停的往保险公司打电话 催人家赔钱 这个智商的选手 警方没费多大劲就让他撂了 蓝一宝交代了为了骗取保险金 用克百威分三回向妻子徐景华投毒 并最终把妻子杀害的犯罪实施 9月29号 蓝一宝被警方刑事拘留 这个案子说到这儿啊 好像就可以结案了 一看时间六分四十秒 这么着算一级啊 有点对不起您老几位 小炫风不能干这种事 警方在询问蓝一宝十岁儿子的时候 这小孩突然说呀 我奶奶死的时候和我妈妈一样 他们得的都是一种病 这话让警方一机灵啊 马上开始调查 蓝一宝的母亲在2015年3月24号去世 之后呢 蓝一宝得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十万块钱 难道亲娘也是他杀的 警方马上又把蓝一宝滴露出来 但是啊 他这脑袋腰得跟波浪鼓一样 不不不不 不可能 我不是那种畜生 我不是秦少 说什么我也不能杀我妈呀 9月24号 警方对蓝一宝母亲开棺验尸 当地的法医啊 有点像过去的武作 有点什么事 开棺验尸 哎 这就是农村有地的好处 城里人呢 就剩一把灰 经过化验 蓝一宝的母亲也是死于克白威中毒 在铁证面前 蓝一宝无从抵赖 只能承认了 对 我杀的 我就是那个畜生 咱们接下来呀 给各位介绍一下这畜生 蓝一宝 1980年3月13号 出生在前安县严自乡 他还有一个妹妹 父亲蓝海山和母亲王秀英 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打小就受到溺爱 犯什么错误 也没人打他 没人骂他 在外边闯了祸呀 爹妈也出去趁着脖子 跟人家理论 我们家儿子就是对 就是好 这么长大的 1998年 蓝一宝中专毕业 到县城打工 2002年 惊人介绍 他和比他大两个多月的姑娘 徐景华结婚了 第二年就生了儿子 结婚的头两年里 蓝一宝和徐景华 这夫妻感情还不错 对妻子和儿子 都是非常的疼爱 对爹妈也孝顺 到第三年的时候 经过人介绍 蓝一宝到小学里当民办教师 由于这学校啊 离家比较远 蓝一宝呢 就搬到学校住了 每个礼拜回来两次 打这儿 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他只教三个班的语文 课时并不多 闲暇的时间不少 没事的时候 他就和一帮狐朋狗友 吃喝玩乐 外加赌博 当时他每个月挣五百亿 这些钱呢 根本就不够他一人花销 家里的开支 全靠徐景华务农 养鸡养鸭这么维持 他父母看不下去了 就劝他 儿啊 你别在外边瞎吃瞎花了 省点钱给家里 这老的老 小的小 全靠你媳妇 太不容易了 兰一宝嘴上 嗯啊 似的答应着 可是离开家之后 那就又不是他了 发展到最后啊 他甚至开始在外边 找女人了 兰一宝的妹妹 兰一平回忆说呀 哥哥这人吃喝嫖赌 他一个人花的钱呢 比全家人花的都多 有一回 兰一平的丈夫 开车去县城 正好看见他这位禽兽大舅哥 领着一个女人从歌厅里出来 回来之后 丈夫把这事跟兰一平说了 兰一平跟母亲说了 但是谁也没敢告诉嫂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裤衩 时间长了 徐景华还是知道兰一宝在外边啊 老和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 两口子老为这事吵架 他的父亲兰海山身体不好 经常要吃药打针 兰一平说呀 2008年10月中旬的一天 他回娘家 父亲没在 母亲跟他说 你爸到县上啊 买保险去了 兰一平就问 这家里本来就不宽宇 买什么保险呢 母亲说呀 我跟你爸寻思着 买份保险 以后有病有灾的 不是能得点钱吗 也可以你和你哥 你嫂子减轻点负担 兰一平后来才知道 父亲买的是 极力相伴人身意外保险 2010年的8月 母亲王秀英 也买了极星高照A款 两全保险 和定期重大疾病保险 这俩人的受益人呢 都是儿子兰一宝 你说全家人这么疼他 可这畜生就是不争气 吃喝嫖赌从来没耽误过 一个月就这五百一十块钱 他这一输一把牌 那就上签了 没钱他就借 他就欠着 家里人觉着 这么下去 这家就败了 他们想让兰一宝回来 你别在外边当老师了 回到家里来 我们看着你 多少能规矩一点 但是兰一宝能干吗 我在外边多潇洒 回家让我种地呀 好在呢 学校也已经察觉 兰一宝的种种猎型了 没多长时间 把他给辞退了 为人师表 吃喝嫖赌 这成什么了 回家之后 兰一宝靠收购杂粮 和做点小买卖生活 只要挣着钱 就找不着他了 马上就往县城跑 钱花没了才回来 2014年5月 父亲蓝海山 也是急火攻心 病倒了 到医院一检查呀 脑动脉瘤 你这么个病 医生建议他 手术吧 手术没准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得二十多万 蓝海山思来想去 当了一辈子庄家人 也没给家里攒下什么 这别临了临了 再让孩子们拉一屁股账啊 得了 我不手术了 回家保守治疗 说白了就是 回家等死 免得人才两空 五月份查出来的 到七月二十四号 蓝海山病逝了 父亲走了之后 蓝一宝又从保险公司那儿 得到了四万块的赔偿金 又有钱了 他又跑到县城潇洒去了 2015年的一月 他在一个洗衣中心里呀 认识一个服务员 姓肖 两个人迅速发展成为情人关系 那里边的人 那那图什么呢 对不对呀 你得表示啊 出新手机了 买一个 逛街 看上漂亮衣服了 多买两身 穿上漂亮 我看着高兴 一共就四万块钱 这么一折腾 很快就没了 等他再回家的时候啊 还欠了一屁股的赌债 他妻子徐静华 知道丈夫又有外遇之后啊 是不依不饶 没完没了的吵架 蓝一宝就觉着 这媳妇啊 无理取闹 我一大老爷们 有钱了 外边再找一个 换你钱了 我又没领家了呀 你这干什么呀 这心里边啊 对他妻子 就开始生出了怨恨 2015年3月中旬 蓝一宝的母亲王秀英 患高血压和心脏病 住进医院了 她守着母亲的病床 越想越窝火 这家本来就负债累累了 你这还得病 你这治病得花多少钱呢 火上浇油吗 想着母亲 她就想起了父亲 父亲去世 得了四万块钱 如果母亲死了 哎 我也是受益人呢 她这心就开始扑通扑通的跳上了 3月24号 蓝一平带着蓝一宝的侄子来到医院 蓝一宝呢 让他们姑子两人守着母亲 她去外边买早餐 出了医院 她先到县城的一家种子农药商店 买了一袋克百威农药 随后呢 又回到医院门口一家早餐店 买了一碗玉米粥 还有小菜 到医院之后 先来到一楼的热水房 趁这里边没有人 把克百威倒进了玉米粥里搅拌均匀 全都融化之后 她回到病房 把玉米粥端给了母亲 她是这么想的 等着全家人在场的时候 毒杀母亲 这样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王秀英喝完粥 就倚在床头上跟孙子聊天 聊着聊着就不对劲了 浑身开始抽 嘴里开始往外泛白沫 大夫赶过来 也是无力回天 王秀英还是被她的亲儿子给毒死了 但是她的死并没有引起医生和家人的注意 这医生也是不太负责任 她是心脏病高血压 怎么会浑身抽抽吐白沫呢 没注意 母亲死后第三天 蓝衣宝按照当地的习俗把母亲吐葬 4月6号她得到了十万两千八百五十六块三毛五的保险赔偿金 亲娘就值十万块钱 拿到这笔钱之后 蓝衣宝高兴坏了 这么弄钱又简单又快呀 但是烦心事也跟着来了 这事传出去之后 债主们也开始不断的登门讨账 十万块钱越来越少 徐景华看不过眼呢 说他败家 两口子又吵 蓝衣宝早就对他不满意了 这回他看着妻子心里边盘算 得了 我把你也变现了吧 2015年4月11号 蓝衣宝背着妻子到长春 在中国人民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为妻子投保了百万身价的惠民两全保险 基本保险金额呢 是十万块 4月15号 他又为徐景华投保了无忧一生重大疾病保险 基本保险金额二十万 保险单上徐景华的签名是蓝衣宝伪造的 两份保单受益人都是蓝衣宝 做好准备之后 他就开始行动了 2015年4月27号早晨 他把克百威农药放进了妻子的方便面里 徐景华吃下去之后 毒性很快发作 倒在地上开始抽 为了把戏作足 蓝衣宝啊 开始街坊邻居的招呼 快来人哪出事了 开车把徐景华送到医院 这路上呢 蓝衣宝给岳父许明仙打电话 告诉他徐景华突然重病 倒地不起 许明仙也赶紧往县城里赶 他回忆说赶到医院的时候 女儿徐景华气弱油丝都说不出话来了 医生抢救了四个多小时 不见好转都已经下病危通知了 让家属准备后事了 许明仙不同意 他就冲医生喊 死马当火马痣 赶紧往长春送 哎 徐景华被救护车送到了吉林大学白球恩第一医院 那儿的医生呢 查明了 他是克百威中毒 经过全力抢救 徐景华终于死里逃生 许明仙这回心里就奇怪 女儿这好端端的不傻不捏 心里也没疙瘩 怎么会农药中毒啊 徐景华清醒过来之后 趁着蓝衣宝不在 他就问女儿 这怎么回事 徐景华说呀 他在家办过玉米种子 玉米种子包衣剂 含有克百威 可能是我没注意呀 这东西挥发了 引起中毒的 你说这傻媳妇 但是他这个解释啊 也算是合情入理 徐明仙也就没再往坏处想 这回出院之后 徐明仙把女儿接回家里去调养 渐渐的徐景华这身体也恢复过来了 能够干一些家务了 徐明仙也知道 女儿跟女婿总是吵架 还经常挨打 他就跟女儿说呀 如果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你想离婚 爸就不拦着 你别委屈了自己 这女儿啊也叹气 说 爸 我三岁就没妈了 我知道没妈的滋味 我不能让儿子没妈 我再苦再累 再受委屈 为儿子我也不能离婚 徐明仙能说什么呀 逼着女儿离婚 这也不是当爹的干的事啊 只能陪着女儿一块儿掉眼泪 徐景华在娘家住了半个月之后 回家了 回家之后半个月 又和蓝衣宝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这回让蓝衣宝决定再次对妻子下手 那天炒完家之后 他跑到农药店又买了克百威 还有一次性的注射器 您说他要给媳妇注射农药啊 不是 他把农药溶解之后啊 用注射器打进了徐景华服用的 安神补脑液里 到时间之后啊 徐景华自己就把这个喝下去了 很快开始全身冒汗呕吐 蓝衣宝一看要劲上来了 又给岳父打电话 说这媳妇病又发作了 徐明先说 你别管别的 先往长春送 我从家里直接去长春 蓝衣宝只能找撤 又把妻子送到了吉林大学 白秋恩第一医院 经过抢救 徐景华又保住了性命 这回徐明先可对这女婿 真是怀疑上了 他偷偷地问女儿 你上过保险没有啊 会不会是蓝衣宝害你呢 这傻媳妇徐景华说呀 他再混蛋也不会害我呀 我们家这情况 也根本买不起保险 我这回呀 估计是上回中毒太深 没排干净 这回没犯病之前呢 我有时候也抽抽 有时候还大小便失禁 就是上回中毒没好利索 我看 女儿这么一说 徐明先也觉着 没什么好怀疑的了 再说蓝衣宝这边 两回都没毒死妻子 她这心里边非常的不甘心 很快 母亲那十万块赔偿金 被她还债和挥霍掉了 看到还有债主不断地上门 她就只能把这心思打到她妻子上 如果她死了 自己就能得到四十多万的赔偿 丧心病狂的蓝衣宝决定 第三次下毒 2015年8月18号的中午 蓝衣宝给妻子熬汤药 熬好之后呢 她先给妻子端了一碗 徐静华喝了 之后她又把克百威 放到了剩下的药汤里 晚上又该吃药的时候 蓝衣宝把这药汤热了 端给徐静华 当时呢 他们的儿子正在家里写作业 徐静华接过汤药 顿顿顿几口就喝下去了 之后就躺在炕上休息 没过几分钟啊 徐静华突然从炕上跪起来 双手抱着脑袋 冲蓝衣宝说 老公我脑袋疼得厉害 就这么一句 随即就倒在炕上 口吐白沫浑身抽搐 蓝衣宝觉得 这回的药量应该差不多了 她当着儿子的面打110 之后又给岳父许明仙打电话 爸 秀英恐怕不行了 我打120了 你快过来吧 放下这个电话 她又跟儿子一块抱住徐静华 老婆老婆你醒醒啊 你怎么了 还得延长戏给她儿子看 许明仙接到电话之后啊 马上和儿子开车往女儿家赶 快到地方的时候 迎面看见120急救车 从女儿家的方向开过来 赶紧让儿子把120拦住 把脑袋伸出车窗 问上边的急救人员 人呐 对方回答说 已经没了 之后开车走了 父子两人赶到蓝衣宝家 看见徐静华 双眼紧闭 直挺挺地躺在炕上 蓝衣宝呢 正在给他擦嘴角的呕吐物 儿子在一边哭 徐明仙马上就冲蓝衣宝喊 你快把我女儿送到医院 她死不了 还能强救 蓝衣宝没办法 又给朋友打电话 他朋友开车过来 几个人把徐静华送到医院 到那之后 经过心电灯检查 医生非常遗憾地宣布 没救了 死了 蓝衣宝把妻子吐葬之后 在8月24号向保险公司报案 同时递交了理赔材料 那边审核的时候发现 被保险人4月27号 就因为中毒住院抢救 挺成功的 命保住了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后遗症 怎么就会在4个月之后 突然复发身亡呢 越想越奇怪 他们就派人呢 先到许明仙家里去调查 这一问 可就把老许的这个警觉性 给问起来了 当时就怀疑是这女婿 为了骗保要杀女儿 女儿说没买保险呢 这回怎么保险公司来了 9月15号 许明仙向前安警方报案 警方两次开关验尸 案件得以告破 这个真相谁都难以接受 她妹妹蓝一平知道母亲竟然是被她哥给毒死的 那种震惊和愤怒 无一言表 再说许明仙 她也非常后悔 女儿第一回中毒住院之后 如果自己心狠点 就坚持让女儿离婚 这不会有今天这么个结果呀 许明仙的儿子说了一件事 让人觉着有点后怕 她回忆说 姐姐徐景华第一回中毒之后 他外甥也就是徐景华的儿子 也跟着到老爷家住 当时他就发现 外甥这俩腿有点肿 现在想起来啊 很可能是外甥也接触到了克百威 只不过剂量很小 没有引起更强烈的中毒反应 当然 这些呢 也只能是她的猜测了 奶奶和妈妈都被爸爸给害死了 爸爸又被警方给抓了 这个十岁孩子的心里 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 虽然她的年纪还很小 不能完全理解整个事情带来了什么 但是一提起来 她就会忍不住地掉眼泪 姑姑兰一平暂时照顾侄子 而许明仙也表示说 这毕竟是自己的外孙子 身上流着女儿的血 等平静下来 她会照顾外孙子的 文中呢 最后没有提及蓝衣宝是怎么判的 我在网上也没有找到 咱们估计啊 这种禽兽 法官也不会留她在世上的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起案子呀 得从广东接阳市惠来县的一家KTV说起 这家KTV在2018年11月份的一天 聚集了大量的民警 更让大家感觉奇怪的是什么呢 警方啊 不仅仅是当地的警方 还有很多是来自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民警 大老远的千里迢迢赶过来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抓捕罪犯 要抓的这个人叫杨清 根据前期的侦查信息 此时此刻杨清应该就在KTV的一个包厢里边呢 可是警方到这之后 对所有人员挨个排查 没有发现杨清的身影 到底怎么回事啊 警方啊 立刻调取了KTV的监控 看到监控之后 警方也是大吃一惊 当时呢 警方从楼道里边走进来 其实杨清就在楼道里呢 跟朋友聊天呢 但是啊 看见警方过来了 哎呦 有警察 他也知道不对劲 得亏旁边啊 有个个子高的朋友 立刻就把头埋在这个高个子朋友身边了 随后搂着这朋友就走了出去 民警呢 也没注意到 就这么的 这杨清再一次侥幸逃脱 为什么说再一次 警方找他呀 找的日子可不短了 找了多长时间了呢 找了24年了 怎么着 24年 还没抓着他呢 那么到底 警方为什么要找他 24年之前 他到底做过什么 咱们把时间 拨回到 1994年 1994年 1月4号早上9点半 格尔木市公安局 何西派出所 来了一名女士 一看就是惊慌失措 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当时这名女士报案的时候 说话还很紧张呢 他就说呀 他师父的头部有伤 具体什么事 他也没说 也说不清楚了 太慌乱了 报案的这名女士呢 姓刘 咱们跟他叫小刘 这小刘啊 在何西区一个诊所上班 小刘的师父 就是这家诊所的老板 姓杨 咱们叫老杨 此时此刻 老杨呢 已经被邻居送到医院 进行抢救了 据小刘说 这么长时间以来 都是自己负责白班 师父老杨呢 负责夜班 所以啊 老杨一般都是过了中午才会去 1月4号一大早 小刘进了诊所一上班 就看见师父老杨 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这家诊所呢 就在城区里边 但是啊 不是在那种大街边上 而是在一条小巷子里 平时晚上过了八点 在这经过的人呢 就比较少了 毕竟是个小诊所 一般的也没有什么病人 警方初步判断 嫌疑人很可能是有预谋作案 警方赶到之前呢 大家为了救老杨 好些个人都进进出出的 所以呢 这就严重的破坏了现场 警方在现场没有直接提取到 能够指向嫌疑人的痕迹物证 什么指纹的邪印啊 都很乱 其次 技术人员在现场勘察的时候 发现现场没有那种严重的打斗痕迹 诊所里面的钱 还有其他的财物 也没有丢失 一般情况之下 三大可能吧 抽杀财杀 轻杀 最起码不是为财 这种种迹象 就让民警心里边有疑惑了 要不是入室盗窃 入室抢劫的 那么凶手的作案动机 是什么呢 很快 民警注意到 在那柜台上啊 散落着几盒药 那是几盒感冒药 经过现场 简单来分析的话啊 警方啊 初步判断 这个来的人呢 可能是买感冒药的 因为发生了口角 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进而发生了惨案 但毕竟只是推测 现在还没法定性 这要不是淹财杀人 会不会是这老杨死之前 跟谁有仇有怨的呢 哎 也不对啊 这要真是结仇是仇杀 为什么选择在诊所 这么一个公共场所呢 为什么不去他家呢 去他家 那是私人场所 没有外人在啊 而到了这诊所 很可能会有病人呢 很可能行凶作案的时候 就有人突然进来看病啊 可以说 这个案子充满着一个又一个的疑问 现在警方啊 还是理不清头绪 就在这个时候医院传过来消息了 老杨由于头部多处严重骨折 导致颅内出血 经过全力抢救 无效而死 老杨就这样 生命就没了 情杀 仇杀 为钱 就这么几点呢 现场一分钱没丢 现场呢 又没有打到痕迹 没有翻动痕迹 死者的头部 又被打了很多下 明摆着一动手 就是冲着要他命去的 就可以排除财杀的可能性 到底是情 是仇 这老杨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招致这血光之灾呢 现在案件性质不明 警方啊 就找到了老杨的妻子 老杨的妻子呢 叫刘军 希望刘军能够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因为老杨突然遇害了 一下子人就没了 刘军呢 也很悲痛 整个人呢 一直是那种恍恍惚惚的 从刘军的口中 民警得知了更多老杨的情况 老杨被人杀死那年是52岁 原来呢 是格尔木市第四中学的校医 退休以后闲着没事 开了这家诊所 老杨这人呢 脾气秉性特别好 很谦和 很本分 这么一个人 从来没得罪过谁 要说矛盾 也算是有 就是开了这间诊所之后 和邻里之间闹过一些不愉快 这也就是同行之间的竞争啊 怎么回事呢 这间诊所没开之前 旁边还有两家小诊所 可老杨开了之后 老杨呢 一方面医术还不错 另一方面呢 为人谦和啊 为人老实本分 这么着 老杨家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好 那两家诊所的生意啊 那就是断崖式的下跌 会不会是那两家诊所感觉老杨抢了生意了 所以这才找人过来收拾老杨呢 民警啊 立刻围绕那两家诊所 进行仔细的摸牌调查 当时呢 把这两家诊所的老板呢 员工啊 也都叫过来了 向他们询问的时候 这两家老板说 我们呢 跟老杨一点矛盾也没有 反而还调查出来 其中有一个老板和老杨还经常有来往关系呢 还算不错 这个结果就又让民警们疑惑了 因为这两家诊所老板的说法啊 他们跟老杨关系挺好 没有矛盾 没红过脸 但是老杨的妻子刘军却说呀 跟这两家诊所因为生意上有点矛盾 有点纠纷 这双方的言辞就有冲突 有出入了呀 现在只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 两家诊所说谎了 确实有矛盾 第二 刘军说谎了 故意错误的引导警方的调查方向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跟老杨诊所挨着的那俩诊所的老板 他们说呀 跟老杨没有任何矛盾 他们的说法就跟老杨爱人刘军的说法有了明显出入 到底谁在说谎 谁在故意隐瞒呢 为了查清楚真相 民警们呢 又找来了刘军打算了解更多的老杨的线索 这时候有一个细节就引起民警注意了 这警方除了问询刘军 也得问询老杨的徒弟小刘啊 因为平时工作之中 老杨跟小刘的交流也是很多的呀 小刘就提供了一个情况 说他的师父老杨在被害之前跟刘军夫妻俩呀 经常吵架 为什么吵架 其实就是感情不和 具体更多发生了什么事 人小刘也不知道啊 对吧 总不能平时是吧 你跟我师娘怎么了 你们怎么还不离婚呢 对吧 不可能这样 警方啊 就又找到刘军 可刘军呢 跟警方说没有的事 我跟老杨感情特别的好 你看 小刘说感情不好 这刘军说感情特别好 那么谁撒谎了呢 小刘有什么撒谎的必要呢 那么刘军如果撒谎的话 他为什么撒谎呢 为什么要隐瞒自己和丈夫之间真实的感情状态呢 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呢 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呢 老杨跟他爱人刘军 其实家庭矛盾还是很深的 但是刘军在回答警方问询过程之中 始终没提这个事 当民警一次又一次的询问刘军的时候 刘军呢 就显得有点不对了 之前呢 回答问题还是比较从容的 现在明显有那么一点慌乱 这就让民警更加坚信 刘军有撒谎的地方 随着民警一次次的问询 这刘军呢 情绪终于是爆发了 在那儿瓦瓦的哭着 一边哭着一边喊 我对不起你啊 因为这个事情呢 毕竟是一个命案啊 警方就想着 已经跟他交流沟通这么多回了 会不会他顶不住压力 交代他的犯罪事实呢 据刘军交代啊 原本呢 他跟丈夫俩人感情挺好挺和睦的 家庭美满幸福 可自从开了这家诊所 丈夫可就经常不回家了 一开始 刘军呢 就觉得是诊所刚开张 生意忙 事情太多 可没过多久 有一些风言风语的 就传到刘军的耳朵里了 之前呢 就听别人说 老杨的学徒小刘 跟老杨呢 关系比较密切 但他自己呀 也没看见过 为此 这刘军有一天 还去诊所里边 找老杨求证 你是不是跟小刘 有什么样的关系 哪想到啊 这老杨 从来没对他动过手 竟然当着小刘的面 打了他 刘军就更认为 别人说的是真的 他就是和小刘 有那种关系 所以在种种复杂的情绪之下 最终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顾兄 想着顾兄杀人 一共呢 顾了俩人 一个姓谭 一个姓杨 就让这俩人呢 去收拾老杨 刘军到岸之后 这事儿已经清晰明了了 那么接下来的侦查重点 就是找到这两名嫌疑人 俩人呢 都是湖南人 一个叫谭华 一个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杨青 当时啊 这谭华跟杨青 都逃回湖南了 所以警方呢 直接到湖南 对这两个人实施抓捕 去了湖南之后 这谭华挺顺利就抓住了 但是杨青已经从家里跑了 因为啊 他收到了嫂子给他发的电报 电报上的内容四个字 速离家乡 当时就因为这个事儿 警方呢 也找到了杨青的嫂子 他的嫂子呀 最终因为包庇罪 被刑事拘留 1994年11月29号 青海省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谈划死刑 刘军判处无期徒刑 也就在那一年 格尔木市公安局 把犯罪嫌疑人杨青 列为再逃人员 此后24年的时间呢 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民警们 一直通过各种方式 要查出这杨青的下落 可是一年又一年 始终找不着他的踪迹 毕竟那个年代 形式科学技术比较落后 很难追到他 直到2018年11月初 为了更好的落实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海西州公安局呢 决定从11月1号起 在全州范围内 组织开展追逃专项 秋风行动 格尔木市公安局当时就成立了秋风行动追逃专组 公安局啊 梳理了48名历年来网上通缉的逃犯 这杨青呢 一直就在网上追逃名单里 这回针对杨青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找到杨青的三个哥哥 对他们做劝详工作 第二个是进一步调查有关杨青的线索 警方第一个见的是杨青的哥哥杨爱 这杨爱是谁呢 就是当时给杨青透信的那个嫂子的老公 到了杨爱家之后 警方也表明了来意 就跟他说呗 为什么来找你 你应该也明白 杨爱就说 我呀 也明白你们为什么过来 也知道什么事 但是这些年 确实我没跟杨青联系过 那再找他二哥吧 二哥也说 我不知道他去哪了呀 大哥二哥都说没跟杨青联系过 但是民警想向这兄弟俩打听杨青三哥杨平住处的时候 兄弟俩支支吾吾的 这杨平啊 其实从头至尾 跟这案子没关系 不过在警方询问过程之中 这两个哥哥杨爱杨喜 一直隐瞒杨平的去向 也隐瞒杨平的联系方式 这是为什么呀 警方就感觉奇怪呀 可疑呀 为此民警们利用大数据系统 对杨平近期的轨迹 进行了一个筛查 杨爱说呀 杨平去年在贵州打工 但今年在哪打工 我不清楚 我们之间联系很少 警方呢 就从大数据分析 发现杨平跟湖南家里边两个兄弟 有过多次联系 联系的特别频繁 为什么杨爱说没什么联系呢 难道说这杨平跟杨青在一起吗 根据调查到的杨平的轨迹信息 民警们呢 决定立即前往杨平的所在地 也就是广东省惠来县 因为害怕打草惊蛇 没有直接去接触杨平 而是在杨平打工的地方 生活的地方 对他进行秘密调查 当时就发现杨平一个人在这边打工 没跟任何人联系 经过了十几天的跟踪调查 也没获得任何线索 这时候民警心里边也嘀咕啊 难道说他真的是一个人在这打工吗 就在这个时候秘密侦查的民警 有了重要发现 杨平啊 有时候会去一个离他比较远的村子 那个村子的比较闭塞 跟他的工作 跟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他去那村子干嘛呢 会不会杨青在那呢 接下来啊 警方就继续往这个方向摸牌调查 为了验证这个推断 民警们来到了广东省接阳市 惠来县神泉镇西北部的北山村 这北山村呢 北边是山 人口不多 很少有外来人口 所以啊 民警们调查也挺麻烦 你一去就能被人发现呢 那个村子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大爷大妈 说的也是当地的潮汕方言 警方也不敢出去走访摸牌 展开不了工作 为了不打草惊蛇 民警们一想得了吧 咱直接去当地派出所吧 希望通过当地公安的配合 查到杨平平时来这的目的 在当地派出所这儿 能不能查出什么重要线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当民警啊 来到这杨平总去的那个村子之后 就意识到不行 咱们不能贸然行动 因为这村子很偏僻 外来人口很少 还都是一些大爷大妈说的 还都是当地方言 咱去了真一打听 真一问 立马人就知道外地来人了 很可能打草惊蛇呀 一琢磨得了吧 先找当地警方去了解了解吧 当民警们刚拿出来杨平 杨青兄弟俩的照片的时候 当地的一个民警一下子就认出来杨青了 哦 这个人在我们这儿好多年了 已经娶妻生子了 呃 多少年 这么说吧 我生下来 他就在这儿了 他百分之百 是我们村子的人 哎 这是个年轻的民警 认识杨青好些年了 很快 在当地民警的配合下 戈尔木警方就了解到了杨青的一个习惯 他们每天晚上八点要回家给孩子做饭 因为俩孩子都上学呢 这天晚上七点刚过 在和惠来当地的民警商量配合之后 戈尔木民警决定立即展开抓捕行动 可是到了他家之后 这杨青不在家 这时候啊 民警们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当天晚上杨青临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他呢 正跟朋友在当地的一家KTV 民警们就决定 安排一组人马继续在杨青的家里边蹲守 另外一路人马呢 就去KTV进行抓捕 可哪知道 这回意外又发生了 赶到KTV杨青所在的包房里边 空无一人 人都走了 民警也纳闷啊 人去哪了呀 唱完了 玩完了 走了 接下来 问问KTV前台吧 哎 507包厢的人去哪了呀 哦 507啊 因为他们人多 坐不下 到508了 可是 到508一调查 挨棍进行排查 还是没发现杨青 民警们心里头一机灵啊 坏事了 很可能跑了 这才调取监控录像 发现了杨青躲出去的那一幕 就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一幕 因为KTV所处的位置 官方的监控设备也不完善 走出KTV了 你不知道去哪了 当时已经将近凌晨一点了 为了尽快把嫌疑人抓获 民警们只能是与时间再跑啊 马不停蹄啊 这时候警方心里有底了 他跑不了了 为什么呢 他在这生活这么多年了 摸清楚了他所有的生活圈子之后 才实施的抓捕 既然他愿意跑 那么接下来警方下一步的工作 就是让所有认识杨青的人 知道杨青是一个逃犯 让他们呢 劝杨青来自首 2018年12月8号下午两点半 迫于压力 这杨青主动投案自首 这杨青到案之后 第一时间得把他押借回格尔木 格尔木啊 当时整赶上冷的时候呢 室外温度零下二十来度 因为火车晚点 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民警们在那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至此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 经过对杨青进行审讯 来龙去脉 也算是弄清楚了 杨青呢 湖南常得人 家庭啊 家庭啊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庭 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前边有三个哥哥 所以从小 他是最受全家人宠溺的那个 从小的性格啊 就是那种特别任性 特别叛逆的 他跟他的哥哥杨爱 关系是最好的 他哥呢 当时在格尔木打工 为了管教好弟弟 就把杨青也叫来格尔木一起打工 很快来到格尔木的杨青 就在哥哥杨爱的安排之下开始打工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 就认识了在格尔木寺中当保安的谭华 各位 格尔木寺中 应该也不陌生啊 咱们之前也说过 老杨就受害人 在开诊所之前 就是格尔木寺中的校医 这杨青认识谭华之后 年纪差不多 又都是来自湖南常德的老乡 俩人就成了铁哥们好朋友了 常常替谭华值班 因为经常替谭华值班 就认识了学校里不少职工 其中就有刘军 也就是老杨他爱人 因为都是湖南老乡 这刘军呢 也经常聊点家里边的家常 刘军呢 就跟杨青说 我老公老杨 对我怎么怎么不好 在外边还跟别的女人有关系 我准备跟他离婚 一开始杨青也没放先生 只是这刘军确实对杨青挺好 把杨青呢当自己的弟弟似的 有事没事啊 就跟他发发牢骚 直到九四年一月三号下午 刘军又找到了杨青 他说 我说小兄弟啊 你一定得给我帮这个忙啊 现在除了你 我找不到其他人帮我了 你一定要教训我老公 杨青当时一听就拒绝了违法犯罪的事 咱不能干呢 但是刘军呢 也没急着走 接下来扑通一下 跪在杨青面前了 一边跪着 一边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哭着 说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 杨青呢 别看叛逆 但从小啊 是个热心肠子的人 特别爱管闲事 再一个呢 刘军也答应给他四百块钱 九四年 对于一个大公族来说 四百块钱也不少了 这杨青身材魁梧 人高马大 刘军呢 又建议他 说你一个人哪 可能还不行 万一要是不方便下手呢 你再找个朋友吧 对了 你不跟谭华关系好吗 你叫上他吧 当天晚上七点左右 刘军带着杨青和谭华俩人 来到戈尔木市河西市场 在指明了自己丈夫老杨开设的诊所之后 刘军就自己回到家了 他们呢 就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等诊所里边人都走了 这才准备进去 之前他们也害怕 别有人看见 所以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左右 街上都没人了 他们才进去的 一走进药店 就跟老杨说要买感冒药 让老杨把所有药都拿出来 老杨一看有买卖 那卖呗 把所有药都拿出来 这时候杨青又说 我们不要了 你把药都收回去吧 这老杨呢 人脾气挺好 咱之前不也说吗 很温和这么一个人啊 行啊 不要就不要吧 人就又收回去了 给杨青整得很尴尬啊 哎呀 这怎么这么好说话呢 这这我还打人吗 可再一想 答应我君姐了呀 犹豫再三 俩人出了门了 又回来了 这回呀 还没说话呢 趁着老杨回头取药的时候 用事先准备好的钢管 朝着老杨就打了过去 当时老杨就开始反抗 以为杨青他们是抢劫的 一看反抗 杨青他们俩也有点急了 就继续殴打老杨 很快老杨被他们打倒在地 杨青和谭华一看 哎呦 人是不怎么能动弹了 就逃离了现场 杨青和谭华呀 也不知道这人到底死没死 离开现场之后 就找到刘军 就说呀 把你老公打的反正挺惨的 头上流血了 我俩呢也怕争给他打死了 你过去看一下去吧 要真伤得厉害 赶紧送医院抢救啊 当时刘军跟老杨关系确实也不好 就说了 行你们别管了 死了就死了 跟你们无关 出了事之后 这杨青和谭华 那就赶紧跑吧 俩人回到老家之后 没过几天 谭华就被抓住了 但是杨青在得到嫂子的电报之后 迅速就逃离家乡 这24年的时间呐 远离家乡 一路往南 靠着大灵工生活 东躲西藏 杨青因为畏罪心理吧 始终没勇气投案自首 所以这24年一直是煎熬的 直到被警方抓捕归案 杨青说终于得到了解脱 行了 这个案子就说到这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